其实啊 就很多人呢 为什么会他有痛苦 确定一直举例的那个人啊 他天天的晚上他不睡觉 他琢磨这些人 琢磨人他就开始琢磨别人好意善意 而且他有这种神经过敏 他完全因为他自己 他没上过多少学 他理解能力非常有限 他对眼界格局都非常狭隘 尽管他接触每天接触很多人 但他们并没有 就是有个正确理解别人意图的这个能力 他没有这个理解能力 就发现他们这对夫妻都有这种 就是什么呢 要跟别人攀比 处处都要跟人比 完全没有比的这种前提和条件 就是你要和别人攀比是吧 你得找和你自己差不多的人 你点点脚能够得着 或者说稍微比你差一点的 或者说呢 跟你差不多同一个 一个层面的 或者说干同一个行业的 你跟人家去比 他不 他们两个特别的就荒谬 就是跟人喷比 就非常之荒谬 你明明就是 你们就背着两套房贷呢 是吧 生三个孩子 你是 债务这种压力非常之大 你完全是零资产 可以说负资产 你没有什么资产 他还要跟那这种 就完全人家又没资产 又没生孩子 跟缺姐这样的去比 我又没有债务 又没有这孩子 你跟我比干嘛呢 而且我还比你大 是吧 比你岁数大 我哪哪都跟你不一样 除了说你 你也长个女性生殖器 我也长个女性生殖器 唯一的可以比的 就这个 他还要比什么 老公对他多好 我缺姐都没有跟他 就炫耀说 我老公对我多好 他就看缺姐不工作 缺姐也不生孩子 他就妒忌了 你说这他妈你妒忌什么 这不是 你说是我强奸你生的 一堆垃圾猪仔 是我让你 就是强迫你嫁给你的 猪头三老公的吗 这种竞争型人格 就是他得了假抗 非常痛苦的 这种根源 这种竞争型人格呀 他就俗称卷王 他们的核心追求 就是要比别人强 什么都要比别人强 上班读书 假人 过日子 他特别热衷比较 就说你当自己热衷比较 最起码得是比比 一般人的好点才行 比别人什么都比别人 就差一些 你说几句话 就跟他们差不多的人 人家可能在国内 人家都已经有几套拆迁房了 对吧 人家没有任何债务 人家就是所有的这个现金流 都是纯收入 净收入 人家就随便想怎么花 怎么花了 想生几个孩子 怎么生孩子了 哪怕人找老公 也是会找一个又高的 自己把人长得高高大大的 就是能够提升自己的基因的 能够让自己 这孩子 不是说 因为老公的这个垃圾 又矮又丑又肥的 又穷的这些 拖累自己的基因后腿的 哎 他们是通过所谓的战胜别人来获得心理满足感 只有比别人强才会开心 一旦觉得比别人差 他们就心生恨意 就很容易失落 因为强者实在太多 那你说就缺解举例的 这个这都是low逼 那可不比你们强的随便 来来往往的人都比他们强 而缺解这种人是拥有合作性人格的人 缺解追求的永远都是互惠互利 缺解懂得这种换位思考 我不想跟别人比 你看缺解就永远都穿的很朴素 买个镯子我都不要买银的 纯银的就是几百欧的 我就开心是吧 我买花个十几欧买个铝镯子 看起来像银镯子 然后我还确定还主动告诉别人 这就是铝的 这会多少多少钱 13.5欧我告诉别人 我不会 非要初一是吧 这有什么呢 我不怕你怎么看我 我自己开心就行了是吧 只要我只要跟自己比 比如说我带个银镯子 我自己心里开心 带个银镯子 我心里开心 只要自己有点进步 我就挺开心 比如说呢 缺解又读了 最近又读了一点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又结交了什么 比自己牛逼的人 又多赚了一点钱 多攒了一点钱 这些都是进步 就这种满足感是可以持续的 而且很容易获得是吧 那缺解就哪怕吃个麦当劳 我都挺开心 没喝过奶茶 那缺解喝个珍珠奶茶 都特别开心 缺解在国内只喝过 就学生的推荐啊 学生带缺解去喝的烧仙草 缺解只喝过一个烧仙草 没喝过什么珍珠奶茶 这次终于喝到了 在德国是 周围是没有什么中国人开的店 是吧 所以呢 那缺解就容易获得了 我就觉得开心死了 可是呢 你说这种就是 low逼的社会底层的这种 又没读过书 然后你自己又背着几套债务的 剩了一堆垃圾猪崽子的 他居然还竟有竞争型人格 这种人格其实就万恶之源 这缺解不知道 他是怎么怎么会 要踩着别人 就是做什么 这种思维那就什么 他这种思维一旦扎根 他人生个处处都是敌人 可不再把别人都当成敌人了 因为你说的话 没有任何的褒贬的意思 他都能理解成你有恶意 误解你 包括缺解 就是跟另外一个人 聊天啊 缺解想说什么的 学历现在就贬值得很厉害 就是你不要太让孩子卷学历了 他说那这个多读点书呢 肯定理解能力比一般人强 那缺解承认 确实 你让这孩子多读点书 多上点学 他的理解能力 确实比这种low逼 没读过书的 确实强很多 这些明明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炫耀之意 他都恨你 说句实话啊 就是说你追求成功是合理的 但是呢 这只是结果 你得顺应天道 你坚持做擅长 并且感兴趣的时候 你看缺解他就擅长 喜欢做自媒体 成功不成功 还缺解还不在乎是吧 我做长了肯定有赚到钱的那一天 只要有时间我坚持下来 因为我这就是我擅长 而且感兴趣的事 你让我去餐馆里刷碗去 去端盘子去 这是缺解不擅长的事 你让我到仓库里去搬用后 这也是缺解不擅长的事 让我去听着老板呼呼喝喝 这也是缺解不擅长的事 让我去开店 缺解什么的 这也是缺解不擅长的事 缺解没干过 而且也不喜欢 兴趣不在这里 其实呢 就是你只要是合作行动 就算你是很功利很狭乱 就是你只想赚大钱 想这个什么 就爬上去 想抱负 但也不是靠恶性内卷 你就能成功 你靠打败别人 就口头上打败别人 你获得的满足感 只会激发你人性罪恶的里面 就导致人和人之间是互相轻压的 你得罪的人越多树敌越多 你越没法成功 你包括缺解就看了这对 这对夫妻 就看了他们这个精神状态都不对 情绪都不对 尽管是对人开始的时候 就你不跟他身交了 是很热情 很显得很这个 很诚恳的样子 但一旦神交就不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两个人都会有很严重的情绪问题 性格问题 性格缺陷 可不过就是都觉得心累 可不过他们就在这一行 他们都干不久 就只能说又是打一箱换一个地 又得承担 就创业失败的风险 那你就承担吧 你自己选择 你自己选择 你就自己选的路 跪着要走完 这种竞争型人格是有害的 就是你为什么呢 你在这种竞争型人格的这种 发射下 你的这种所有社交里边 你是感受不到世间的温暖的 你玩个游戏 你都想当这个什么第一 是吧 你说你快乐吗 而且竞争你是永远没止境的 一旦你是这个 有更 就跟比你更牛逼 或更幸运的人超过你 你就会非常生气 你的人生就会陷进去 你要是转变成合作型人格 就是你就丢掉了这种攀比 要把人踩下去的这种意识 别人越厉害你就越喜欢 然后你的朋友圈子也不一样了 你生活感受也不一样 就说句实话 就像邱姐一直举例的这些 竞争性人格 缺者遇到的最近这两年 遇到的竞争性人格就小人 说白了就小人 你只有变成合作型人格 你才能遇到贵人 竞争性人格是见不得别人好 他们喜欢比 跟自己差的人交往 但是又看不起比自己差的 然后追求呢 这种所谓的个人能力 但是又默示人际关系 好像是跟你好像很热络 很热情 很体贴很温柔 但这都是只是一种贿赂的手段 拉拢你的手段 并没有真诚的诚意 你靠着没诚意 你是没法跟人建立一个长久的深度的关系的 包括缺解这种就是这么好说话的一个人 就是我跟你没有什么利益之争 是吧 你说你赚我点钱 就赚你就赚 我很清楚 你赚我什么钱 我也很清楚你对我耍的心机 耍到这个我贵主意 只是我不在乎 我也很清楚 你天天的说话踩着我 那种恶意 我也很清楚 只是我不在乎你 因为我觉得你很low 说句实话 就我心里真的是看不起你 我就觉得你这人素质品性 就是心态都是比较low的 然后呢 每天呢 又在朋友圈里 又要这两面三道 就立个假人设 确确都觉得很可笑 这种东西你不能阐述任何 任何的实际的这个利益 然后呢 就朋友圈里认识你的人 都知道你在装逼 你在撒谎 别只会在心里默默的笑话你 他不会说 就佩服你 哎不 他就自己装出来自己爽就行了 这不就傻逼吗 你做出这种 就无运功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 做这些 没有任何产出 没有任何价值的事 这就蠢了 所以说确确还是成人 就是你还是得多读段书 多上段学 眼界开了 然后又有自信了 当你自己有底气 有自信的时候 你才会从竞争型人格 看不得比较好的竞争型人格 变成合作型人格 其实也就是没想到 就是还有这么low逼的 确实以前在这个 其他的地方住的 就是也有开店的什么的 就是基本上也没有 太跟你攀比啊 就还是比较 合作型的人格比较多 也是蛮好的 有好几个 确确都是觉得挺好的 不知道怎么着 搬过来这边 发现好多这种竞争性人格 这种人是容易出小人的 这是确确没料的 我跟你没有利益之争 我也跟你没有任何恩怨 我也没有炫耀过自己 我也没有吹过牛 什么装过毕业 装富婆 缺姐从来不弄这个 缺姐是非常的一个低调朴实 甚至我就告诉你 我生活习惯就很结界 我也没有什么 这个什么虚荣的 装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能够从我的这个起点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走的每一步都很扎实 问心无愧 我没有任何可让人 就是说鄙视的地方 所以说我是有这样的自信和底气的 我也没吹也没装也没有撒谎 这才是就是跟人能够长期 就是你能够立得住 你心里也爽 你也就是最省力气 缺姐在其他视频说的 最省力气方法就是你做人老实 老老实实 就这文盲 他居然敢给自己写一个清华大学的学历 就是你不提你的这个东西 还别人还注意不到 你这一提你就打着手电筒 往你的这个软肋去照 别人一下子就知道 你的软肋原来就是你的学历 像黄野鸡他老公似的 明明就是个学渣 你就别吹给自己立个学霸的人设 你不 你就是凉锅贴饼子捏溜比较好 非要停 非要吹 说自己是学霸 然后等到缺姐这种 最起码是了解学霸是怎么回事的 然后我这么一看你的行为诡计 我立马就知道你是学长 我都不需要跟你答话 我不需要考核你 我不需要跟你讨论专业问题 这不就漏馅吗 你如果被拆穿了 你精心打造的人生 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这就是纯傻逼 这聪明人的做法就是什么 最起码有情商 你都不需要读书 你不需要努力 你就能得出什么 就老老实实的 成长实实的 这是你最少力气的 最偷懒的做法 然后跟别人是合作性认可 你不要跟人去判别 你直接就那个 切切就觉得奇怪 你就天天在坐着公交车来卖菜 然后你又坐着你老公的车回家里去 就是一个卖菜的 你为什么要非要弄一个什么名牌包 就装贵妇呢 谁不知道你是个卖菜的 他就心里要爽 那就好像就变成了高级的这个精英了 高级的这种什么富豪了 幻觉了 说起实话 这些名牌包包啊 就是富人阶级收割韭菜的 名牌的这些服饰都是的 你又不在那个阶层里 你又不在那个收入里 你做这些事都是耗费 你自己有限的那点金钱和资源的 纯傻必行为 就是只要你能合用 耐用 这就行了 然后你自己不要搞那么多 用不到的 使用率不高的东西 都是浪费你自己金钱的 消费主义就收割这些穷人的 他就认为我拥有了富人拥有的东西 我就等于富人了 这不是纯傻逼吗 这不自欺人吗 你骗不了别人 别一看你仍然认为你是穷人 这就傻子吗 我看你你在哪里 我看你得到 我看你已经滤了 您用了 你听你